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姓生了病也无前一致 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难改千百年的尘科陋西 所以当1927年国联卫生组织的官员找到严福庆 建议他协助政府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筹建中央卫生部 不问政治的严福庆竟然接受 在当时国联卫生组织的视野里 严福庆俨然是中国医学界与卫生行政管理的领袖 而严福庆也幻想能一次改变中国卫生行政混乱 农村卫生体系更是一片空白的局面 将中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事业推上正轨 当时严福庆就积极在争取希望能够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共卫生行政 一开始就垫地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上面 很快严福庆设计了中国卫生系统的行政构架 他一定要把中央的这样一个卫生保健机构的这个概念 全部覆盖到农村 覆盖到最最基层的这样一个地步 但是当国民政府的卫生部成立时 却没有它的名字 这是官场争斗的结果 在给好友的信中 他怒斥道 最近与卫生官员的接触令我顿生厌恶 他们以损失国家和公共利益为代价 来公报私仇 这时 严福庆收到了协和的邀请 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 有教会背景的医学院 当时恰逢民族主义高涨 新的国民政府也宣扬收回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 在这两重背景下 协和看中了声名显著的严福庆 并为他特赦了副院长医职 但严福庆上任后 看到的还是那种富国在穷国办学校的典型特征 洋人医生和中国医生仍然不对等 结果他放弃了中国人当大学校长最高的工资 一年聘期未到就回到了上海 他要在上海创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 他将是一个集医学院 医院和研究院于一身的医事中心 严福庆在这份创设上海医科大学意见书中 写进了他一生的主张 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 人类存在之关键 他大声几呼 不自造拥医 疑患社会 自留学回国之日 严福庆已看清楚 中国自身生长不出现代医学的力量 他一直认为 用好教会的力量 能推动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 但乡雅和协和的经历 是严福庆明白 推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必须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支持 医学教育 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就能成功的 1927年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在上海社医学院 严福庆是众望所归的医界领袖 受邀组建医学院 医学院初创 办学条件差到极点 实验器皿要自己动手吹制 实验动物要亲自去野外活捉 更重要的 严福庆认为 现代医学院必须有自己的教学医院 但这里没有 严福庆他讲过 医学院跟医院 跟教学医院是雨水的关系 如果没有教学医院 这个医学院是办不好的 通过这个教学医院 一方面学生可以去上实验 可以再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和知识 另外一个也是帮老百姓看病吧 严福庆租下了红十四会总医院 作为教学医院 自己当院长 他每天在吴松的医学院工作半天 在乘火车赶到市区的红十四会总医院 指导严床教学 严福庆为医院制定了病人至上的院训 红十四会总医院以优质的服务 低廉的收费 成为平民信赖的医院 病人的各方面 他都是全心全意照顾 不管病人脏或者是怎么样 他都得要很好的爱护病人 不可以对病人粗暴 害怕病人态度对你不好 你也不可以 病人如果咳嗽什么 喷在你脸上 你也不能叫 只能自己磨掉 户上工商名人 叶成忠之子叶子恒 是严福庆在圣约翰的校友 严福庆说服他捐出自己的花园 设结合病医院 对付当时最致命的劳病 在成为肺科医院后 叶家花园闻名户上 直到今天 他还说过 一个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跟教师是同样重要 你既要有教师 也要有临床 临床分的问题 你跟基础商量 那么共同怎么解决 现在是一个区下 把医学院跟这个 附属医院割裂开来 因为医院可以生产 医院可以赚钱 医学院是寒酸 穷 你把医学院扁得那么低 就注意临床 那临床的下一步发展就没有 现在就杀机取答案 杀机取答案 这个从产业来讲 这个医学就不能发展了 1929年 严福庆重访美国 他看到了美国的医事中心 他十分感慨 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 还有很大的距离 回国后 严福庆四处游说政界 金融界和卫生界的实权人物 为的是募集资金 筹建医事中心 他就坐的是电车 好像有风机等了 他是坐在最后一等 这里拿一个算盘 再拿了一个包 还有个帐本 就这样去的 他没有穿得很 很华丽的衣服 没有的 他是要省每个通牌 所以最后 他带了一个雅号 叫犹太尼 他确实在募券上面 有一种犹太人的一种认金 精打细算 他能够动用的资源 他都动用 严福庆不放弃任何 可以募集资金的机会 为了筹款 他竟牺牲两位宝贝女儿的自由 迁就了传统的婚姻 大女儿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 在严父亲的安排下 嫁给了宋子文的英文秘书陈炳章 小女儿嫁给了上海实业家 刘鸿生的儿子 但两位女儿却没有获得幸福 都已离婚收场 她会考虑为了我的医学事业 或者就是说她中国的医学事业 两个女儿该嫁税就嫁税 应该是服从她的这个利益 那么她的个人的小利益 就等于她的一个理想和大利益 她可能忍辱负重 严父亲什么都能做到 她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想她不会后悔 她不会后悔 她从来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她不会后悔的 终于在1937年 严父亲用筹来的一百万两银元 建起了她心中的医事中心 设上海医学院 药学院 护士学校 公共卫生学院 和中山医院等教学医院 外殿称 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 达到欧美医学院同类水平 它是亚洲最重要的医学中心 将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她的理想就是 要让富人来为穷人服务 所以她的中山医院的病房 她是分等的 她等病房有多少 二等病房有多少 普通病房有多少 从中山医院 她的病房设计里面 就可以看出 阎父亲 她的一个医疗思想 她是要用富人的钱 来为穷人看病服务的 穷人 那个诊疗费 就少得多 建成这座医事中心 阎父亲用了整整十年 但建医事中心 培养医生 只是事业的一部分 她认为 医生治病仅为 职责一端 为实现医学 为人群服务的理想 她要在中国建立前所未有的 公共卫生防疫系统 将医学的关注点 由疾病转向人群和社区 那么她就觉得 你治病都是花钱花得多 你如果防病搞得好 这个 这个卫生费用就可以节省 对更多的老百姓 就更有好处 严导的 这个为人群服务 就是要为大多数的人 来谋福利 要死的这个病 不要生 预防为主 预防这个疾病 而不是生了病以后 再慢慢的治疗 1927年医学院初创始 颜福庆就设了公共卫生科 亲自讲授公共卫生学 这是中国现代 卫生防疫体系的法端 公共卫生跟临床医生 最大的不同点 临床医生是看病人的 公共卫生是保护广大群众的 要把卫生工作 做到群众中间去 从府有卫生开始 每当人一直在亲自去 是当地的居民 能够有福建业 扣业卫生支持 规定一本科的学生 就将来你做临床医生 也要到公共卫生去实施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接种一次人斗的费用 是两车小麦 人们哀叹 衣食尚不周全 更何卫生之有 那老百姓苦啊 真苦啊 我们打针要等半天 后来才了解 他一加起一条裤子 所以妈妈出来了 回去要脱下来头 穿着裤子 给女儿穿着 女儿再出来 怎么这么苦 严福庆的目光 落在中国最广大的乡村 1928年 严福庆在吴松创建 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 他让医学生下乡 为当地居民 开展环境卫生宣传 疾病预防和附优保健 为中小学的新生 进行体格检查 建造新式公厕 那是一个极度落后的中国 落后的农村 严福庆创办吴松卫生模范区 与陶行之扮小装师范一样 都是为了在中国的农村 播撒文明 吴松卫生模范区 后来在松户抗战中毁灭 今天他的事迹和精神也少有人知了 李婉仙 1944年入上海医学院 1950年毕业 是新中国第一批投身公共卫生事业的大学生 这时严福庆已是七旬的老人 看到公共卫生的学生队伍壮大了 更多人愿意下乡为人群服务 严福庆内心说不出的高兴 干杯兮兮的瘦老头子 看见我们来了很高兴 公共卫生人多了 我们解放以后我们投一批 看见公共卫生客人多起来了 他高兴得很 早在1928年 民国政府卫生部正式公告 考虑在中国推行公医制 请专家研究讨论 严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全国大会上 宣布积极支持政府的决策 并要求所有医学界同仁 支持国家的决定 他对国家有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么你国家必须要去建立这样一套 医疗卫生体制才能保障 整个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能够看病 这是他的公益值的根本的这一点 上世纪初的中国 平均一万八千人中只有一名医生 严福庆说 一个医生出诊一天 至多只能看二十位病人 个体行医 对中国缺医的现状只是杯水车薪 而且医生大多集中在大城市 派私家医院为妇人看病 严院长他是不赞成开业医生的 所以我们上医了 一进学校了 这个老师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不能开业 一定要为人群服务 严福庆他我认为他要去改变这样的状况的话 所以他要培养出的医学生 就你很简单 我们要去培养的是愿意去农村的医学生 但民国政府却在公医制的名义下 将私人医疗机构 私有的医药医疗器械企业收归国有 形成中央集权 结果为服务广大农村百姓而设立的公医制完全变质 严福庆服务人群 关注农民健康的愿望 成了一支空谈 他只得在庙堂之外 坚守他为人群服务的理念 严福庆在49年以后他就很开心 他说共产党正好是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 他就愿意合作 把自己医生中心的钱全部交出来 交给你们去管理 中国公共卫生真正得到建设 防病治病的思想真正得到普及 则是在新中国诞生后才有的 严福庆欣喜地看到 政府为劳动人民服务 医疗保健工作深入到农村 到49年以后 跟我们现在的政府 本身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这样一个出发点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是有医疗保健工作 是深入到农村地区 甚至到身上边远的地区 都有小的医疗卫生所 还有广大 哪怕在很偏远的山区里面 都有一个赤脚医生 1956年 严福庆应邀到电台对台湾广播 他说 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药卫生事业 已经从未达官显贵和聚股服务 转变成为人民大众服务了 这一年 严福庆七十四岁 服务价值何在乎 是上医毕业的 当年 为严福庆那次著名演讲做记录的学生 后来考入上海医学院 他跟随严福庆从事医疗为人群服务的实践 一辈子坚守在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学研究领域 创建了中国劳动卫生学科 是国际公认的中国职业卫生学之父 医学为人类服务 为社会造福 是严福庆为建设中国医学现代化而树立的基本目标 他也为这理想奋斗一生 但没有人会想到 这位中国现代医学的设计者和开创者 竟在84岁那年 面临了他一生最深重的痛苦 而无人能为他灭除 因为一场浩劫来临了 各种帽子扣在严福庆头上 美国特务 卖国贼 还有人批他养武逊 武逊是什么人啊 他也不大清楚 我跟他讲武逊山东人 他是在办学 办学过程中他是通过抹卷到处去要钱 因为你到处去捐钱嘛 但是你又是美国留学生啊 不是啊 所以叫你养武逊 你吃过养面包的 所以大纪报上说你养武逊 他顶顶头没有否论 他在自己千辛万苦创建的校园里 被压着游斗 戴着医务界反动祖师爷的帽子 斗完了 儿孙把老人接回家 想找些话安慰他 严福庆却说 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我从前在湖南看到过痞子造反 也是这样的 1968年以后 80多岁的严福庆身体越来越差 一天 废弃肿复发 家人用藤椅 将他抬到隔壁中山医院急诊室 看到严福庆三个字 医生立即去向宫宣队请示 结果只给了药便打发了他 孩子能想给呼吸困难的老人细点氧 提出借个氧气瓶回家 被无情拒绝 老人说 我们回家吧 天很冷啊 中山医院出来 在这个拉回来的时候 他抬眼泪 讲不出话呢 医学事业是他心中的伟业 办中国人自己的医食中心 为人群服务是他的宏愿 在此后的两年中 严福庆再没有进过家门口的 这所医院 这也是他当年千辛万苦 母娟创办的 保持医生的荣誉与尊严 是他1916年 在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长致辞时 对全体中国医生提出的要求 这份高贵的信念 支撑着严福庆 度过了他一生创业的所有艰难历程 年迈的严福庆不屈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一个公宣队员问严福庆 老家伙 你为什么不自杀 老人平静地说 我为什么要自杀 我问心无愧 我不会自杀 1966年以后 严福庆居住在于上衣一墙之隔的小楼里 1970年11月29日 星期天 上午 相隔的上衣围墙突然坍塌了 孩子们跑出去看热闹 屋里坐着的老人也倒下了 家人问他 不舒服吗 老人摇头 要不要去医院 还是摇头 再问 老人没有了反应 就这样 严福庆走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 这个终生服务于中国医学事业的老人 层医院 身后将遗体捐献于医学研究 但显然 因不需要他这么做了 1937年 严福庆在中山医院开业典礼上告诫医生 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 需要牺牲个人 服务社会的精神 服务医界 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 如在医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仁 皆有此种决心 则医师事业 定有相当进步 丝 option 澳大师 你 下天 solutions 未经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